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 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等等意外啊 哦,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这篇新闻了哦 现在啊,全球的飞航已经普及化了 常常都有许多旅客会搭飞机出国或者是通勤 可是我觉得你一定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最近有一则新闻就是说 竟然有一间航空公司因为负债过多 突然宣布破展 导致你预定的航班被迫取消 所以让很多乘客都非常无奈 蛤,这种事也太惨了吧 对啊,这间航空公司是法国老牌蓝银航空 他们突然向外界宣布破产申请 并且同时取消旗下的所有航班 所以造成了13000多名的乘客受到影响 而被迫滞留当地 在旗下拥有11架现役客机的蓝银航空 在2018年,载客量到达了188万的人次 并且缴出3亿欧元的营业额 但却仍然无法阻止公司持续亏损 让员工、投资人与乘客感到无奈 哎呀,希望我的旅游不要遇到这种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些有关今天新闻的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无助的 help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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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ther feels so helpless because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to make the child better 那个母亲因为无法使孩子的病情好转而感到无助 the mother feels so helpless because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to make the child better 那个母亲因为无法使孩子的病情好转而感到无助 第二个单字 破产 bankr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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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riend has been feeling low since he went bankrupt 我的朋友破产后一直很消沉 my friend has been feeling low since he went bankrupt 我的朋友破产后一直很消沉 最后一个单字 取消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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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typhoon 搬机因为台风的关系而被取消了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typhoon 搬机因为台风的关系而被取消了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 大家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就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by bwd6